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物質的分離 後面要交一個粗鹽的精緻 做鹽巴那個實驗就是我們 下個禮拜三要做的實驗你給我看好我們要怎麼做 物質分離的方法 我們前面交過混合A跟B拉在一塊 混在一起 那現在我想把A跟B分開 那我一定就是利用某一種性質 A跟B不一樣 我就可以把A跟B分開 比如說我們前面叫柳粉跟鐵粉拉在一塊的時候 我可以拿磁鐵過去把鐵粉怎麼樣 吸起來 那我就可以 把鐵抓出來 就可以把柳粉跟鐵粉分開 那 這種啊讓一些拉拉的東西混在東西把它裡面東西抽出來然後變成 純粹叫做所謂的純化 純化過程 像我們那個半導體工業啊 台積電聯電半導體工界 他們那個做那個半導體的細啊 必須要純化到99.999以上 他才能夠來做半導體 要很純才可以 當然有些東西沒有要那麼高 要純化的過程 好 那我們要我們要學的是這些 我們要學的是這些 第一個 融解過濾法 蒸發結晶法 蒸6蒸6乾6 然後我今天會上到東西會有融解過濾 會有蒸發結晶 會有氯子射程分析法 就這一段會上到內 然後呢 會帶一下的 可能有蒸6 下學期會學的 就是下學期會做的是有個乾6的實驗 未來會出現 那 融解過濾法就是把 融解過濾法就是過濾法 過濾法就是利用顆粒大小不同 拿一個篩網 東西倒下去 搖一搖搖一搖 大顆的流在上面小顆的通過 這叫做過濾法 但是我們要做進這把倒在水裡面拿來 融解掉 有些有融有些 沒有融 這個叫做融解過濾法 融解過濾法是用兩個的融解度不同 有些會融有些 不會融 可以把東西分開的方式 叫做融解過濾法 蒸8結晶法就是 結晶是一種 做一件叫結晶 做結晶的方法有很多種 我們叫做蒸8結晶法 放進去 加熱 水跑掉 晶體流下來 這樣叫做蒸8結晶法 利用的是沸點不同 水的沸點比較低 煮一煮就先跑掉了 鹽巴的沸點比較高 就流下來了 這樣叫做蒸8結晶法 蒸6分6 乾6 通通都是去加熱 蒸6分6也是利用沸點不同 那 是物理變化 我們後面會談到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乾6是下學期要做的實驗 乾6是下學期要做的實驗 它是隔絕空氣加熱 它是個化學變化 上面這一段 是要告訴你說 蒸6把 蒸6把去煮 蒸6把去煮 然後蒸8結晶法也去煮 分6把也去煮 那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做蒸8結晶法的時候 煮一煮 我要的是留下來的鹽巴 這個水我就不理它了 可是如果我做的是蒸6把 或者分6把 煮出來的東西 我會收集起來 我會收集起來 我會要它 我要看它 那分6是分段蒸6 東西太多了 你不要一直做就切成一段一段 20度到30度一段 30度到40度一段 就要分段蒸6 分段蒸6 OK 這個先看一下 這個正確是後面比較會提到它 綠子色成大會交 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有個色素放在綠子上 滴水 開始往外面跑 有的附著力大 跑不遠 在裡面 有的附著力小跑得遠 在外面 會成一圈一圈的樣子 叫做綠子色成分析吧 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我剛才在講話的時候 我說了 這個方法是利用什麼的不同 這個方法是利用什麼的不同 都是以後陶氏會考 你要廢 蒸8結晶法 利用廢點不同 溶解過濾法 利用溶解度不同 綠子色成分析法 利用附著力不同 這是會考 你要記 就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實驗跟沙分離 以前要出顏的精緻 但是因為出顏不好買 下次買個金엔 放沙子 一起一樣 石鹽跟沙或木炭粉 zia水溶解 拉來 拉來的結果 這個沙子不會有 木炭粉不會有 鹽巴不會有 然後濾紙對摺再對摺然後撕去一小角 來 站在 他的旁邊 借我 然後他是圓的 濾紙是圓的 對摺 在對摺 隨便他的地方打開 這邊比較薄對不對 這邊比較厚對不對 對嗎 這邊比較薄 這邊比較厚對不對 後來這個腳這邊 不要 吃掉 吃掉 叫做 吃掉小小的意思 有聽懂嗎 你最好有聽懂 到了國三了 募習了 我會學生 要怎麼做 他跟我對摺 再對摺 撕掉一小角 你把底下撕在那邊去咚嗎 他就還要過濾 對摺 再對摺 任何一邊打開 就有一邊 比較薄 有一邊比較厚 比較厚的那個角落 這個腳腳把它 撕掉 幹嘛要撕掉 我當然會聽到 讓他放到那個 漏斗的時候 能夠貼緊漏斗壁 能夠貼緊 不要翹起來 你看 然後把它加 到你看到 把裝置做好 就這個 先裝置做好 裝置做好 肉頭 裡面放濾紙 然後把它倒下去 這樣就把它分 就會把 匯榮的砂質 跟匯榮的鹽巴 分開 這東西叫做 溶解 過濾 溶解過濾 用詞的不同 溶解度的不同 把它分開 然後呢 這邊一個注意是像這個 你還記得我做過要怎麼倒嗎 怎麼倒嗎 要順著撥棒倒下來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要注意的是什麼事情 那個漏斗井 第二個要注意的是那個漏斗井 這邊 漏斗井 我們說漏斗井要貼緊什麼 燒杯壁 這當然後面會再給你提 為什麼要貼緊燒杯壁 避免濾液 漸出 變成它泡跳 會漸起來 OK 然後呢 把這個濾液 一樣 放在蒸發 一樣順著撥棒 放到蒸發米裡面去 放到蒸發米裡面去 然後呢 把蒸發米 放到火上煮 煮煮水就跑掉了 鹽巴就留下來了 這叫 這個方法叫做所謂的蒸發 結晶法 利用食的不同 費典的不同 把它分開了 這個實驗就做完了 這個實驗就做完了 就是禮拜三要做這個實驗 食鹽的分離 這個實驗注意事項 剛才講過了 濾紙要貼細菌小角 為什麼要細菌小角 貼緊 漏斗壁 避免翹起 答案就是避免翹起 或者這些 貼緊 貼緊漏斗壁 第二個 剛才講過了 漏斗井要怎樣 怎樣 貼緊 燒杯壁 為什麼要貼緊燒杯壁 避免律液漸起 避免律液漸起 這個像是以前的 以前常常做的寫法 一定要 利用附著力 加速過濾 以前寫這種說法 可是 現在特別的名次 要避免律液漸起 所以要寫前面的答案 然後再來 倒液體的時候 那個 你那個漏斗裡面的水 不能夠超過你的濾 有些粗腦袋倒很快 超過 我們就好像旁邊漏進去 不對 所以 那個 要不超過濾池 好 再來 我可以寫答案 你最後 過濾出來的那個濾池 是純物傳的純物 純物 鹽水 石鹽水 石鹽加熱水 它是純物 這上面的注意事項 都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這上面的注意事項 都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為什麼要失心小腳 為什麼要接底招杯壁 它突然的律液字 純物實在是純物物 這都是考試會考東西 下一段叫做 墨水的蒸餾 就是要把墨水分開 然後我們這個瓶子裡面 燒瓶裡面有紅墨水 然後裝飾就像這個圖上面所顯示的 加熱 然後這有個鋁壁式冷凝器 就是你加熱完之後旁邊有跑出來一些漆 用鋁壁式冷凝器使它冷卻 然後回覆變成一炭 然後在旁邊的燒杯或燒瓶裡面收集 這個叫做蒸餾法 去組它蒸餾法 我們前面講過蒸餾 有什麼不同 肺炎 肺炎不同 把東西分開 跟那個蒸八級金白是一樣的 只有肺炎不同 在這個叫做蒸餾法 分開 來 重聯 這邊有 在右手邊有收集到一些蒸餾 這個蒸餾要看它什麼玩意兒 我們說它是水 你怎麼知道水你給我背牌 這個背牌會繼續出現 你怎麼知道那玩意兒是水 綠化雅固式 綠化雅固式 生物有沒有用過 有 綠化雅固式 好 來 綠化雅固式 沒有水什麼顏色 藍色 有水什麼顏色 紅色 粉紅色 不過我們學校我給你的綠化雅固式 通常都已經變成粉紅了 瘦炒了 所以就要是把它烤乾 除了是烤乾不是燒掉 如果它跑去燒就燒就不見了 烤一烤烤一烤那烤就回來變成藍色 是烤乾不是燒掉 烤一烤它回到藍色 就做體驗 所以要記得 綠化雅固式 原來什麼顏色 加水什麼顏色 看幾片水 那只要記住 再來就是這個 綠子色塵分析 就是 水跑掉之後 燒體裡面會剩下一些色素 挖色素 放到綠子上 滴水 它就會形成一圈一圈的 因為水融了色塵氷 順著毛細現象 順著 綠子上放面 有的附著力大 有的附著力小 附著力大的跑在裡面 附著力小的跑在外面 其實一圈一圈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色素是不是存物質 不是 你看不只一種色素 要好幾個色素在那邊 所以 叫做綠子色塵分析法 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把東西分開 分開 OK 重要的叫做禮碧式冷靈器 剛才看到的這個機器叫做禮碧式冷靈器 它有兩個口 一端是進冷水 冷完之後熱水出去 有一個冷水入口有個熱水出口 你們小學年念過加熱水的時候熱水會上升對不對 冷水會下降 所以冷水入口在下面 然後受熱之後就往上化 所以熱水出口在上面 所以你看圖上面顯示 下方是冷水入口 上方是溫水的出口 如果有人考試就考這個 這個現在考的很少 現在很少人考這個 但是如果有人就去考這個 問你禮碧式冷靈器 冷水從哪邊進去 溫水從哪邊出來 冷水從下方先進來 溫水從上方去 順著那個對流線一下 就對了 對了 不要自己跟自己打架 OK 這叫做禮碧式冷靈器的使用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再來就是這個 溫度 因為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這個液體是水 我有兩個方法知道 第一個 剛才講過我用什麼去檢驗它 氯化雅固式 第二個在這裡 我量溫度 我量溫度 溫度如果100度 誰的被點700度 水 所以我量溫度 那告訴你你說這個液囊 液囊就是上面那個 要放那個支管 確定我量到的是 它跑出來的蒸氣就對了 跑出來蒸氣就對了 所以那個說那個液囊 要放在那個支管的地方 OK 還有問題嗎 沒有 你寫課堂練習 還會是 我來放在一個 我來放在一起 谢谢大家